我非常贊成学生用所有的合法的合成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诉求 我不赞成占领立法院的议长 文化部长龙应台首度对反服贸学应表达看法 另一位孔文吉在立法院教育级文化委员会执行时认为 占据议场的学生依旧认为总统马英九没有具体回应和实质承诺 反问龙应台是否认为马英九没有具体承诺学生的诉求 龙应台则认为马英九已经做出让步 学生都还认为说马英九总统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应跟实质的承诺 那你认为马总统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具体的回应这个学生的诉求吗 我认为马总统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其实蛮大步的退让 就一次一次的过程里头 那所以对于学生的现在为什么还这样的坚持 其实我一方面有点困惑 一方面蛮忧虑的 而立委高清素媒则是再度严正指出 日前台联立委叶金林已出草 比预政院紧力来镇压的现场状况感到不满 认为这也显现文化部有责任 要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内容 除了服贸议题之外 更提出文化部和原民会在未来执行原住民族相关的文化议题或预算时 应该要成立一个沟通平台 民意的最高殿堂 我们竟然有这么无知的立委 把原住民的粗草 这么样的粗鲁 这么样的无知的在这边做一个声明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并不是真正的多元民族 也不真正的文明 很显然整个大社会对原住民的文化是不了解的 所以部长你有责任跟义务 但也让全国人民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会员一定知道我对原住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支持 那至于说到底是如何具体的可行 您刚刚所说的因为红次他是跟我报告了说 你们有谈了声谈了 所以我还在等着他跟我做更进一步的具体的报告 以便于让我们其他的司可以共同讨论 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做法 高金苏美认为观光局早已跟原民会组成沟通的平台 来共同推动族人的部落观光和行销 但文化部一直没有同样的平台 希望这个平台一方面能够减少资源的重叠 也能让族人顺利推动相关的政策 记者等一会儿立法院采访报道